今天在我们公司的地下二楼 很多人都有来过这个地方 原因是因为刚好公司的车子停在楼下 或者是如果你有曾经追星过的话 对这里的场地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啦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要赌谁呢 听说田雅霍今天就要来电台做通告 所以我们就要来好好赌赌他 看看他今天开什么车过来 听说田雅霍是已经到了吗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去追车 还有远处看到了白色的车 会不会就是他呢 我们现在马上过去看 然后等他一下车之后 我们马上就进行今天的快问快答 今天田雅霍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们待会儿陪他一个惊喜 嗨田雅霍你好 是车子有停好吗 好欢迎可以准备好了吗 如果没有关系啦车子没停好的话 明天应该是不会上新闻是还好的 嗨田雅霍 嗨田雅霍你好 你今天穿这么帅气啊 我们今天马上现在就开始通告了 OK吗 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 听说你今天从家里过来吗 是因为刚刚才结束记者餐了 哎呀辛苦了 那听说在这个开车的时候 旁边的副驾驶都是坐着 呃做的不一定 那通常最常坐的是 最常坐的是小赖 好的 那在这个平常开车的时候 通常都会喜欢听什么音乐呢 通常都是自己的唱歌啊 或者是自己的专辑的音乐 哎呦所以是可以自己听自己的音乐就是了 对对对 因为表演嘛要复行啊 啊练习的关系 所以是连开车都很认真啦 但是车子平常都是在自己上那个通道的时候 就是自己开车 因为今天今天就是 因为他们是搭建车或者是公司 对吧 说我们自己开车也太辛苦了吧 为什么都有防护车呢 今天防护在干嘛 因为今天刚好就是记得在会中间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那今天餐会吃了些什么 今天餐会 呃我其实在餐会之前我一定有先吃东西 哎呦那你吃了什么 是在家吃的吗 呃不是 因为我蛮早就开始装打了 多早 因为我从早上六点的时候才从MV拍完刚结束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睡觉哦 有小睡一下下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可以这样都这么忙吗 没有没有因为这次刚好比较硬一点 从昨天的凌晨 呃前一天的凌晨五点半 拍了二十几个小时 所以每一次拍MV都需要二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呃不一定 看导演是谁 这次是比较假导演 所以通常都是这个时间 所以这一次是比较硬的 是是是 跟之前比网年比起来 好那这一次专辑什么时候发行 呃今天 8月13 今天让大家知道8月13号 所以这次专辑发行之后有很多通告要报 超级多 那今天贴带饭是第几个 记得吗 今天 诶今天是第一个 诶第一个 第一个就来贴带饭 然后就要来进行这个快问快答的话 诶 那今天这个快问快答 你们现在的这个进行怎么样 呃 自然 不会很紧张吗 不不不不 OK好那平常有些喜欢吃这种 特别喜欢吃什么食物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水果的话芒果 芒果 芒果现在季节也快到 我再来趕快吃 刚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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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在现在报备你今天有吃了些哪个东西吗 还有喝了哪些 刚好有 喝的话喝 喝汽水 最近有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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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汽水的话不会怕担心会变胖的问题啊 或者是就是 会有忌口的问题吗 公司没有在 没有在限制我自己的 所以你自己也没有特别限制自己 是 所以歌迷们真的是 看不到他现在可以投影这么好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最后面也要跟我们这些歌迷说几句话吧 因为毕竟专辑都要发行了对不对 都已经发行了对这些天 8月13日 就是今天新专辑 UNHERO已经发行了 UNHERO 支持一下 耶 天雅霍的专辑好听 那你赶快进行你的下一个通告吧 没问题 OK 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活动再见了 好 签唱会见 签唱会见 好 到时见 好 拜拜 拜拜 这晚风 肚子窜醒 想起了你的身影 你的温柔 你的暖心 不再有意义 那个夜里 电话响起 传来熟悉的身影 不是关心 不是贪心 是想历清我们的关系 我曾经多想 我曾经大胆的想象 到显如刀割所有回忆化作沧桑 心里有多慌张 醒我就多狂妄 给自尊心 让我不再走错方向 你真的够慌 烫全家的火葬场 所以现在我决定 让你想也想不起 忘也忘不及 别想我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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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听你 听你的风